接下來我們要談華融事件 上個禮拜 華融到勞動部 去佔領了勞動部的大廳 而在之前呢 攻進了總統府前的廣場 在更早之前呢 他們攻進了臺北車站 說要去握軌 這幾年下來 大家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一個勞工 弱勢勞工 他們應該得到的 不管是工資也好 退休金也好 資遣費也好 為什麼就是拿不到 而勞工他們發出怒吼之後 到現在這個問題 為什麼還是依然無解 我們來看看 持續幾年的抗爭 到底原因是什麼 20號上午 上百名華融自救會成員 突然占領勞動部大廳 要求部長陳雄文出面 針對華融自救會代位求償 並將全額的退休金 資遣費還給工人 不過他們等了一整天 陳雄文沒有出現 自救會成員 還和警方爆發嚴重衝突 警察剛剛有拉你是不是 痛嗎 最後才點下 他扭傷了 斷掉了 華融自救會最後不敵優勢警力 還是被拖走 但成員們依舊滿腔怒火 政府變身 政府變身 華融自救會從工廠倒閉到現在 為求領取全額退休金 資遣費 已經和政府抗爭超過兩年 今年國慶前夕華融自救會手持黑色雨傘 突襲總統府外圍批評政府無力維護勞工權益 對於我們勞工而言 國家早就已經死了 我們的權益完全拿不回來 退休金資遣費 抗爭了兩年 還是一場空 今年九月二號 華融自救會還因為沒有得到勞動部正面回應 忽然佔領台北火車站第三月台抗議 更揚言政府若不解決下次就握鬼 電話只有在月台訴說開記者 下次就要握鬼了 不知道握哪裡啊 就這樣子 就是被官方逼的啊 華融自救會一再透過激烈的行動表達訴求 無非是希望政府聽見他們的心聲 除了代位求償歸還退休金之外 還呼籲修改勞基法第28條 擴大電廠範圍道退休金資遣費才能製本 介紹下半場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華融自救會的會長李翠銘 李會長大家好 全國官場工人連線的成員王浩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大國發所的副教授 新秉隆新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為什麼會長 就是說上次你們在台北車站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第一時間跟你們連線 那我們原本期待說問題可以解決 後來我們看到勞動部也去協調 也去拜託那些銀行團們 總算他們可以吐出來 他們叫做捐贈四點二億 但是這個問題為什麼還是解決不了 因為我們其實他四點二億 如果說光就我們那個自救會成員 三百多個人來說的話 我們只有三億的金額 那現在是勞動部是希望說能夠解決 全部華龍案的就華龍員工的的錢一千零五十八個人的話 就是金額是七點八億 如果四點二億的話 還缺三點三點六左右 嘛 那我們是希望說 因為那個勞動部長也說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二分廠 現在現在這個金額是大圓廠的 大圓廠的法牌金額是四點三億 是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那個就是他現在成立一個 房安子公司 還有一個頭份二分廠 那他接著也會也會進行走這個法牌的程序 那出估的話 這兩個廠的金額加起來 法牌應該會還有四十億 就出估的金額 講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華龍案子 華龍之前是翁大明 對 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翁大明先生所開的華龍 後來他弟弟接手 然後就二億關場 所以你們到現在一毛錢的 不管是資遣費也好 或者是退休金也好 都沒有拿到 對對 就從九十二年之後的 如果九十二年之前的話 可能有拿到一部分 九十二年之後 退休退職的人員 是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而這部分呢 其實是勞工們 他也不是多得 這也不是賠償 就是你本來就應該拿到的 退休金資遣費 對 工資的部分是拿到的 工資是拿到 可是我在此要說一下 因為華龍他營運十幾年來都不好 所以我們已經這些勞工已經十幾年都沒有調過薪水 是被打折又打折 然後對 我們平均的話 就是打折又打折 我們平均的話 已經就是打過 就是現在算退休退職金的金額已經是打過六折到八折了 如果照勞動部 他說法說可以幫我們爭取到七折來說的話 那大概也是拿到錢 大概也是五折 那勞工的薪水本來就已經不高了 他就是要叫我們勞工打成骨折就對了 就是打折又打折 最後變骨折了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個勞資糾紛 剛剛我們很快地講說 因為惡性的官場 所以勞工那時候連工資都沒拿到 那後來呢 其實有因為其他的方式 拿了一些所謂的被打折又打折 打到骨折的工資 但是資遣費跟所謂的退休金 還是一毛錢都拿不到 現在呢 華龍的工廠被拍賣的 拍賣不就有錢了 有錢你就要用鋁工 不是這樣子 有錢要先用鋁工 我們來看看 今年八月的時候 桃園地方法院分配華龍大園廠拍賣的債權 勞工只拿到一百九十萬 有一千多個勞工 但是只分到一百九十萬 然後勞工們前往勞動部行政院 全國工業團體領袖會議 桃園地院等地抗議 九月的時候 這就會不滿勞動部不願意在專案小組會議承諾代位求償 什麼是代位求償 他明明應該拿到 那政府有一定的責任 所以政府呢 也有很多的基金 不管是勞工基金 或那個安定基金 或是代償基金等等的 你敢不可以說這錢先擲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去過年 可以去過日子 之後你不管是再跟銀行拿到這個所謂的債權 或者是再跟華龍或其他的人拿到這個錢 那你再添這個基金就好了 對啊 所以政府 一定的損失都沒有 代位求償 但是很顯然勞動部沒有接受這樣的一個方案 那可是勞動部呢 在九月十一號的時候呢 說好 裁判費其實也不少 勞動部說沒自己出 問題是勞工還是一毛錢沒拿到啊 十月的時候自就會到總統府前面去抗議 那個時候真的是應該要啟動 這個國安國家安全會議 真的是很恐怖 一度衝進總統府 要衝進總統府 當然是衝不進去 佔領重慶北路保信路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所謂的要塞之地 對 勞動部長 陳兄文宣布在十月十五號的時候 十八家金融機構 願意捐出來四點二六億 交給勞動部份 勞動部來分配給一千零五十八個員工 可是這就會說不夠啦 你如果這樣 總共不知道差不多五成六成的錢 然後所以說 如果不解決還要再握軌 那在十月二十號 也就是上禮拜的時候 衝到勞動部去 所以要求百分之百的給付 我請教一下王浩 這樣無止境的抗爭 真的有道理嗎 如果說都已經拿到四點二億的話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從過去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包含說官場工人在十幾年前的抗爭 當時他們透過握軌 去迫使政府拿出了就業安定基金 發給他們資遣費 退休金 那這個案子也在去年的時候 今年的時候被法院認定 是一個國家要有社會補償的責任 所以說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看到就是說 國家如果放任現在這個制度 他不去做徹底的改變 那這樣子勞工的抗爭 不只是在未來 不只是必然的結果 而且還是對我們國家 國家是非常悲慘的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是說華融有資產 對 也被拍賣了 所以有收入了 錢有夠多了 但是要怎麼分 我們來看要怎麼分 總拍賣金額是二十四點三億 拍賣的錢有二十四億多進來 那勞工需要的呢 是七點多億 總共是七點八億 所以其實要先把二十四億呢 拿來給勞工是夠的 那問題是二十四億勞工分到多少呢 不好意思 一百九十萬 一個人只拿到兩千多塊 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銀行的債權優先 兆豐金控拿到十億多 全球人壽拿到九億三千萬 桃園縣政府 縣政府也可以拿到百分之百的產權 債權 抱歉 拿到兩億三千萬 遠東集團呢 也拿到百分之百 拿到五千七百萬 財政部 就你很難理解 銀行跟勞工搶錢就算了 連政府都出來跟勞工搶錢 財政部也拿到百分之百的債權 兩千三百萬 然後這個叫竹漢 這是最不要臉的 這是翁家集團的 也是我們子公司 子公司拿到百分之百 就是翁大明他設立一些人頭公司 這最不要臉的 惡意官場的 欠你們錢 然後自己成立 一個人頭公司 持公司 還拿到百分之百 然後我們這些 為他打拚的勞工一毛錢 不是 只能分到兩千塊 有啦 有還是勞工也有拿到債權 拿到兩千 百分之零點零零二九 對 一個人拿兩千兩百塊 所以欣老師 我就說 對啦 就法律上 我們來看看法律 常見的債務清償法律 真的就是這樣 但是真的很不合理 看下去屁股 如果你欠錢的話 第一順位呢 要先還政府 土偵稅 地價稅 防護稅 欠稅金的政府先給你 剩下 剩下 還銀行 你有單保品的 抵押權 留置權職權的啦 先還銀行 剩下第三順位 是還工資喔 所以講工資 還不是所謂的退休金 是講工資 再來 是一般的稅捐債權 那第五順位 才是一般債權 那也就是勞工 你要跟他拿那個什麼 退休金什麼 他欠你什麼樣的 這個什麼錢的話呢 是到第五順位 說得難聽 用拍賣怎麼可能 錢錢就不夠 還排到第五順位 還拿得到錢 我想問的是說 好現在勞工 公文講說 你政府不是沒錢嘛 你有安定基金 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基金 而且政府你有責任嘛 那現實環境是這樣子 那現在銀行團說要出四點二億 還差三四億 那就政府的這些安定基金 其他基金拿來 先代位求償給他們 然後之後再去要 為什麼做不到 我想法律上不允許 他們這麼做啦 不允許勞動部這樣 不允許他們這麼做 因為救援基金 有救援基金的一個使用辦法 我想上次也講過 滑龍這樣的案子 跟上次那個你們所處理的那個 那個聯防 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那邊是有個辦法 是 所以那是可以從法律的解讀 來解套 而且因為是法律 法律司法院判了 就是那個法院判了以後 那個案例出來以後 判例出來以後 然後勞動部就說 原來這個關係 不是一個民間企業關係 是個公法救助 等等之類的關係 那從那邊去解套以後 他們就一把可以行政 所以他可以把錢拿出來 可是現在這個地方 比較難的是 沒有這樣的一個媒介 讓這個勞動部 可以把這樣的關係 解釋成說 應該有公法救助的關係 所以政府應該這個錢 要怎麼樣處理 我想這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這案子也突顯了一個問題 過去勞動部 過去勞委會 對於這案子 他認為這是個民間糾紛 就是部署跟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勞工 員工之間的一個 一個債權債務的關係 政府不用介入 可是從上次的那個法院的判例 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任何政府立法的事情 你不嚴格去執行 基本上你都有虧指手 是 基本上你的責任 都會被捲進來 再來以目前的抗爭的情況來講 我相信未來的抗爭 一定會越來越激烈 對 因為 所以這種情況底下 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從中央到地方的 我們的勞工行政的一個同仁 或是先進們 千萬不要以過去的那種角度 來看待這樣的事情 不要我訂個辦 訂個法 那法就把它講得很清楚 是雇主跟員工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 跟政府都沒關係 就沒有關係了 市長如果政府 你一個訂個法 你沒辦法去執行 你就跟著不要訂法 對 你去訂個法 以後你沒辦法執行 因為勞工會覺得說 你依法就給我東西 那我找不到 我當然找政府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 讓主政者 或是這些勞工行政的同仁們 要有一些新的思考模式 那就這件事情來講 我真的以目前來看 勞動部能夠做的 就是繼續施壓 不然是拜託也好 或是透過高層去施壓 給這些銀行 繼續把錢拿出來 我不曉得還有其他 什麼可行的辦法 你也認為代位求償是不可行的嗎 目前的法律上是不行的 在法律上我不曉得 有沒有辦法去弄 好 如果說我要代位求償 這個錢從哪裡拿 對不起 我可以插一個嘴 他如果不能代位求償 他也可以抓案處理 不是嗎 因為法也是人定的 就是說一種可能 當然我不曉得 另一種可能就是 我 因為這筆錢 你覺得不可能從救援基金來的 不可能從救援基金來 因為救援基金他的錢 不是政府撥預算下去 是有個依序的辦法 然後再提撥一定比例 所以這個錢他有一定的用途 所以要從救援基金拿錢 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一種可能就是 我用代位求償 我的錢用行政影響的專案 我用公務預算 我先去墊了這筆錢 對 用什麼第二預備金 對 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相信以目前的政府來講 他們派開了這個先例 那以後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用代位求償的方式來解決 我想像他們內心講的 是擔心這個東西 不過政府怎麼就 老師那個死腦筋 我的意思是說 以後如果再發生 不管是華龍 或者是之前東陵這些案子 你政府真的是 真的修會到死 你知道嗎 因為那政府的責任 我覺得政府應該 應該趕快讓 然後基法第28條 趕快修 對 因為他去防堵未來 根本知道 至於這樣 就這樣目前這個個案 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是可以再討論 我們為什麼說政府中間 有很大很大的責任 甚至叫絕對的責任 我們來看看到目前為止 我們相信華龍絕對 不是最後一個 因為一定還有很多未包蛋 理由是什麼 來看這個數字 現在勞工的退休金 就分兩種 一個是救治 一個是薪資 那薪資好很多 救治還有很多問題 救治有一萬四千家企業 其中查出來是八十家 根本沒開戶 或者是提撥不足 換句話 那個意思是說 你這個企業 這個公司要請一個元工 你就要想到說 他退休金以後 可能是幾百萬 所以你每個月都要提撥 每個月都要提撥 那政府就要監督 你到各位有提撥來嗎 如果沒有提撥的話 政府就要監督 要去查 要去罰 那可是到現在 還有很多家 特別是五萬七千家 根本連查都還沒查 那薪資還有一萬三千多個勞工 沒有開戶 或是提撥不足的 台北市勞動局講說 近萬家沒設專戶 那七月起 要配合勞動部清查 這是在七月的時候的 專戶開戶率 也就是說 有開一個專戶 要把這個勞工 本來在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後 要退休的錢 每個月定期定額的 提撥出去 台北市只有62.8% 三十幾%沒有依法提撥 新北市 有將近四十%的企業 沒有依法提撥 台中市 是超過四成的企業 沒有依法提撥 台南市表現比較好 但是也有十%的企業 沒有依法提撥 或是沒有依法開戶 那高雄市的開戶率 也只有六成九 那立法委員 在今年決議說 二零一五年底前 勞動部要對五萬七千家 代查的企業 至少要查九成以上 那要求雇主補足 退休準備金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講說政府 有絕對的責任 事實上 我上午也記得 在上次的節目 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特別也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政府有絕對的責任 有些政府 該有作為 作為造成民眾的損失 我們可不可以去提國賠 但我不曉得國賠門檻多高 不過我也問過一些 一些一些律師 他說國賠的可行 承案的可行性不高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是 可能是因為政府的 造成我們的損失 等一下不當的一個 該有作為 要不要做的時候 這應該是符合是 國賠的一個精神 對啊 因為你的是造成我的損失嗎 這是一個 也可能是一個方法 走國賠第一個 包括律師的費用 還有時間成本 以及那個風險 我覺得那個律師的費用 我覺得這 因為基本上 我們反正有法律 訴訟的補助 這個勞動部是 事出有名 結果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相信以部長目前的思維 他也不想去卡這個錢 他是想要在 他可以合法的範圍內 把這筆錢 讓你勞工拿到 那現在關鍵就是 我們如何幫他去解套 我認為是這個樣子 王浩你看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如果說真的是依照 像欣老師所說的 代位求償是在依法上是有困難的 其實事實上 剛剛欣老師有提出一個 國賠的方向 那就我們勞工團體立場來看 我們會覺得說 今天其實這個錢 如果他就是政府要出 不管最後是從國賠而得 或者是說其他管道而得 其實這個問題的解決 應該是要回到政府 他本身去思考 所以說今天我們會認為說 從包含過去官場功能到現在 我們會一直提出代位求償 其實也包含就是說 因為十八年前 當時官場工人也是完全 在就業案定基金裡面 也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法院的依據 那當時因為政府 他去提出這樣的辦法 所以讓勞工有了這筆錢 雖然說後面 後來有一些法律上的糾紛 但是我們認為 其實今天真正應該要思考 這個問題的 應該是我們的政府 那今天如果連政府都 覺得說勞工的權益是不能被打折 那他自然而然 他就應該要想出辦法 可是我們比較遺憾的是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先前包含自救會的抗爭裡頭 那個部長一直一直他一直強調就是說 那今天自救會 如果接受這樣的五折打折的方案 那自救會才會拿到錢 那如果自救會不接受 那等於說他之前跟銀行的協議 就是沒有效 連四點二億都沒有 對 連四點二億都沒有 那這種情形就會讓我們很難去感受到政府 他到底是有沒有很希望說 員工可以拿到這個百分之百的權利 所以要嘛你就是拿一半 要嘛你就是一毛錢都拿不到 所以這就會 因為我們現在不行啦 因為現在那個部長就已經說 以後勞工就是比照華融案 這種案例來處理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為全國的勞工 爭取謀福利 不是啊 勞工權益不能打折 我剛剛已經說我們已經打到骨折 我們之前薪水已經打折 那你現在還硬要我們說照你七成的話 算出來不是還不到五成嗎 那我們當然是不能開這個先例啊 而且本來你就是二分廠也有錢在那裡了 兩個廠加起來合計拍賣的所得四十億 他總共欠我們全部一千零五十八個人 還不到八億耶 所以勞動部如果真的有誠意的話 他應該想辦法說把這筆錢全部都拿出來啊 因為剛才那個新老師 新教授也說 他如果代位求長他覺得不可能的話 他也可以想其他的辦法 我想說這些官員他們頭腦都很好 要幫我們勞工想辦法 你不能把這球丟給我們 你今天說什麼 我們如果不接受的話 就變成這個案子變成什麼昨日黃花 跪球來的都沒有用 那這樣的話你不是把這張推給我們自救會嗎 我們自救會從來沒有說不願意其他人分啊 我們當然希望說我們全部的勞工都可以受惠 而且今天我們爭取權益 也不是爭取我們華融自救會啊 是 爭取全國勞工的權益 所以我們不能開這個先例說給他打折啊 那以後是不是全國勞工權益不打折 那以後大家都比照華融自救會 領的錢不是大家勞工都被打折了嗎 權益都被打折了嗎 我們來看看政府拿了什麼辦法 想了什麼辦法 為了逃回血汗錢 華融自救會抗爭告上法院 勞動部十五號宣布 華融的十八家債權銀行 同意捐出大圓廠法拍所得的百分之二十 將近四點二六億元 提供給一千零五十八位華融勞工作為退休金資遣費 平均每人能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債權 大約是四十萬元 但有個前提就是必須撤銷對銀行的異議之數 他們不配合的話 那當然我們現在跟銀行所談談成的這個協議 那就一切就是就是昨日黃花 不撤除這個訴訟的話 那麼他們也沒有辦法獲得金額 那他想要捐贈也沒有這個這個這個來源 勞動部表明自救會不撤訴 和銀行的協議等於白談 不過這個方案和華融自救會要求勞動部 百分之百代位求償仍有一段距離 因此他們無法接受 陳雄文部長一直在說 我們好像自救會會員很貪心要拿100% 可是並沒有啊 因為這就是我們勞工的權益啊 因為他本來就有能力可以要到更多的錢 勞動部長陳雄文回應 代位求償並不可行 勞動部的角色是公親 居中協調債權銀行 一旦代位求償將會公親便施主 華融自救會批評勞動部不願從制度面解決 不願承擔代位求償的責任 學者也認為若政府有心保障勞工的關財本 應該盡速修改勞幾法第28條 全額保障勞工退休金和資遣費 而不是逼勞工抗爭才給予打了折扣的求助方案 不過政府或是勞動部是不是真的那麼天真無邪 是不是真的是公親 恐怕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來看看 現在勞工的訴求跟政府的一些回應 到底有什麼樣的落差 以及有沒有第三種路可以走 勞工訴求代位求償 說勞動部你就真心拿出來 勞工把債權轉給勞動部 看你是要把運行套 還是要把王大明套 還是要把誰套 那債權就變你手上代位求償 勞動部說沒辦法 那要這個必須要再修法 擴大代位求償的範圍 目前的法做不到 那雇主歇業破產或被清算 政府除了先電工資退休金 之前被將納墊付範圍 最多六個基數但是要修法 現在的法做不到 華龍案是不可行的 勞動部公親不能變氏主 你怎麼是公親啊 你也是氏主之一嘛 那僅協調債權銀行捐錢 勞動部的這個說法 也許等一下可以談 如果勞動部自己也變成 所謂的氏主的話 那也變成華龍的債主的話 那你債主怎麼可以去要求 另外一個債主捐錢出來呢 那所以那恐怕連四點二一 就做不到了 另外的議題 那可不可以 剛剛我們談到說 勞工的這些退休金 是在第五順位 勞工的這些工資 是在第三順位 第一順位是政府 先把該拿的稅金 全部拿走 第二順位就是銀行 把所有的錢全部收刮 光了之後 才剩下勞工可以拿 那可不可以修法 讓勞工的債權 優於銀行的抵押權 行政院長江一話說 這會有困難喔 困難的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說你把勞工債權 等同或是高於銀行債權的話 那銀行以後 會不會就不敢貸款給這個企業 死的會不會也是勞工本身 所以呢 行政院的這個方向 是傾向讓勞工薪資 退休金資遣費呢 等同於金融機構 並列優先 不要高於金融機構 那這個草案呢 也送到行政院來修法了 王浩你怎麼看解決方法 事實上就是行政院提出來 這個債權順位等同於銀行的債權 這個部分我們有先前 有詢問過華榮製救會這邊 那他們目前一個人只能拿 最多拿兩千兩百塊 在不考慮那個跟銀行協商的情形底下 那當他提升了之後 增加了三十幾倍 變成每個人拿幾萬塊 那可是這個幾萬塊跟這個 我們所看到自救會 每個人資遣費退休金 還是有非常大一段差距 所以第一個是我們認為 這樣的修法的方向顯然是 非常對勞工的權益保障 是非常不足 那再者就是我們會看到說 今天其實政府丟出來一個說 勞工的債權應該要優先 但是我們從食物上面 我們會看到一些情形 就是有時候像華榮 他是還有土地有廠房有機器 還可以抵押去做拍賣 那有些情形是老闆他早就脫產了 全數都脫產了 所以如果政府只是用債權提升的這個方式 他沒有辦法完全去保障勞工的權益 那目前來講 他提出來一個六個月的基欠工資電廠的方向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方向對勞工來講 也是全力打折的 包含說其實像剛剛主持人 其實有提到救治的勞工 我們有去計算過今天如果是救治的資遣費 以一個工作二十四年的勞工來講 你六個月你只是他的四分之一 那如果今天是一個我們符合勞基法法定 他工作三十年像包含華融非常多 他們會說青春在華融就是工作二十年三十年 以這樣工作三十年的勞工 他可以領勞基法四十五個基數 可是六個月連他的七分之一都不到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今天就算政府修法通過了 有電廠六個月債權也提升了 那華融工人拿到的錢比現在 跟銀行協調出來的四十萬還要少 是 那我們就要問這樣子的修法 到底有沒有在為勞工著想 馨老師其實一個很關鍵的就是一個態度問題 不管是從那個修法或者是所謂的 如果我把這個權利或者是這個責任 是歸到所謂的所謂的這個優先順序償還的話 政府永遠他是說我是公親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你們兩個既然的這個債務的關係 事實上政府不是公親嗎 我想從事務上來講 從幾次的勞工抗爭 勞工不會去找勞工抗爭 勞工就會找你政府抗爭 所以你不能脫爭 而且從上次的聯服案例 從法院的判例來講 他講得非常清楚 政府你是有責任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不可能再老是 把自己當成一個公親了 你本來就是世主 你要從世主的角度去看 要怎麼處理會把事情處理得好 如果老是用公親的角度的話 我就訂個修法就好了 那什麼都我想是不對的 華融的問題如果現在不解決 恐怕會朝著越來越激烈的方式進行 當然我們要為全國勞工爭取權益 就是他說 買地囤房繳稅少 地價稅的稅基幾乎是市價的十分之一而已 買賣房地最好賺 你賺了兩千零五十四萬 你才繳三十萬五千 我們的整個稅都是要在地點 台灣稅賦長期不公 買車繳的稅竟然比買房多 這是哪門子道理 週四晚接八年看見新冠店 探討稅制改革 終結炒房噩夢 聶林裝小半年輕 親子關係更拉近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長大 所以我就盡量想辦法 讓我自己更年輕一點 可以融入到他們的生活 我主動去接觸小孩子 就像我就開始玩FG 他們如果跟同學去夜上 我也跟得去 唱到HIGH的時候 我會抓著他們來跳 我以前都不敢直視看他 改變之後 我就罵他髒話了 他還會罵我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雄很大